那未来几年燃料继续上涨 我们的电价可能的状况 我们都必须要先预判 而且要给人民一个解释 我们不能只是说 日本韩国涨那么多 他们的状况跟我们一样吗 那也许每个国家都在涨 因为燃料在涨 没有错 但是我们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涨 但是我们也可以让人民 可以在它的物价上面 可以做些安心 我觉得还是一个 回到一个检讨报告的重要性 所以今天不是单单讨论要不要调长 我们希望经济部能够提出 这些相关的报告 以上 好 非常感谢 那个黄珊珊委员 孟改兄有 请 谢谢 我想国民党团 今天代表出席 今天这个协调会 我再一次强调 错误的能源政策 比贪污更可怕 如果错误的能源政策不调整的话 我们换一百位总经理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都没有办法 让台电稳定供电 并且有合理的电价 我们从头到尾没有怪过台电的基层工作人员 我们也都知道 我们来自地方 我们来自选区 我们每一个地方的基层公务同仁 台电的员工都非常辛苦 我们都理解 这也都是我们的家人朋友 但是上位者 执政者 有没有真真正正的 把所有能源现在面对的问题 都彻底做一个厘清 这个才是关键 刚刚 官方代表一直有讲是说 尊重审议委员会 真的有尊重吗 我们过去这几年 每每都看到 在选举前 审议委员会 就会有所谓的动涨的策略 即便是国际原油物价大涨 国际原油在2021年来到新高点 选前就是可以不涨 选后就会做调整 这真的有反映真实的成本 跟审议委员会的专业吗 再者 2021年国际原油 以及相关的原物料 是达到最高峰 但是到了今年2024年 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 国际原油以及相关的燃料的价格 是回复到过去的水准 以及甚至趋势是有往下的 现在在做一个最大规模 最大比例的一个调长 所谓何来 所以 我们一直要沟通的是 能不能 开诚布公的 跟国人 大家好好的讲清楚 台湾现在面临到 能源是什么样的问题 以及大家来做选择 没有错 每一个人都要用电 我们也都希望能够有合理稳定的电价 以及我们也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供电 所以 能源是选择 不是政治意识形态 不应该变成政客拿来斗争的工具 台电 经济部 在这一个立场上面 才更应该发挥专业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 国民党团在这个礼拜三 4月24号 我们也有一个相似的提案 也召开了朝野协商 也感谢民众党团出席 台电 跟行政部门 以及国民党民众党团 在礼拜三的中午 也有召开朝野协商 但我们非常遗憾的是 当天也没有结论 因为 执政的民进党党团 没有派任何代表来 我想今天 可能民进党党团的这个位置 又要空缺在这边了 所以可能这些协商 也没有办法有任何结论 但我们要问 如果说 这个是一个新的国会 新的民意 新的展现的话 民进党党团 到目前为止 每一次 不管是国民党党团 不管是民众党党团 所召开的协商 全部都选择 身影不出席 到底 是尊重民意 还是践踏民意 我想这一点 社会之有公平 所以 简单的讲 我们支持 我们也希望 台电真的 好好的思考 以及经济部 应该针对 我们台湾整体能源政策 来做一个彻底的检讨 最后 4月1号 不要以为说 电价已经涨了 所以 反正 头过身就过 我要警告 大家的是 4月1号的电价调涨 会在未来的两个月 才是真真正正 反映到一般商家 一般民间 以及一般普罗大众百姓 的成本上 因为台电是两个月 提供一次电价的账单 而 未来的两个月 才会让全国国人 真真正正面临到 电价调涨之后 有感的成本上升 而造成整体的物价的通缩 或膨胀 所以这一些都是国人要面临到的问题 我想这绝对不是现在 以为 4月1号过了 就投过身就过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支持 这个案子 我们也感谢 在礼拜三 超越协商的时候 民众党团有支持 本党团的案子 那我们希望 未来民进党党团也不要再闪躲 好好的面对民意 直求对决 谢谢 非常谢谢 洪梦凯委员 那因为 到目前为止 民主进步党 还没有任何的代表钱来这个协商 那不过我想 今天既然 我们的经济部 都次长亲自出席了 台电的总经理啊 也出席了 那我当然不希望 因为下一场协商 我们表定的时间 是一点的时候开始 那我相信 我们还是 本于最大的善意啦 希望在一点 在一点 第二场协商开始以前 第一场协商终结以前 民主进步党 能够有党团的代表 来参与 到底 他们对于 有关于 要求 在向经济委员会 提出全面的检讨报告之前 必须要先还长 民主进步党党团 他们所抱持的政策立场 到底是什么 能够来参与这一场协商 那不过我想 也不要让 呃 官员 在 因为下一场协商是一点嘛 那大家 中间难得有机会 坐在同一个会议室里面 针对这么重要的议题 来讨论 我们也不要 浪费时间啦 因为我知道 大家的时间啦 其实都 蛮宝贵的 那相关的议题啊 我觉得利用这个机会 行政部门 跟党团的代表 能够彼此交换意见 我觉得这也是民主精神的展现 也是责任政治啊 的实现 所以 不晓得对于刚刚 民众党党团 跟国民党党团啊 所发表的看法 经济部这边的代表 或者是台电的总经理 有没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 好的 谢谢主席哦 那我想先做说明 刚才那个 我想黄刚才我也有提到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其实还是需要 把那个成本控制好 重点会是这一个事情 那我想说 接下来不管是 因为其实在立法用过程里面 台电的预算 大概每年都要送进来 会送进来一次 那过去我们的审查 都会比较集中在一些 焦田式的议题 比方说像燃煤的预算金额 不能够增加等等 都会是在这一些议题上面 那另外一个就是预算执行率 这个是比较长的检讨 那其实各种燃料的结构的一些价格 其实在预算审查 当然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可以说得很清楚 因为时间有限 不过其实这一次 包括电家的审查 如果就是立法院 对于我们整个 台电运转 就是在成本这一块 有什么样的一些细节的问题 我都觉得说 这个本来就是 台电是国营事业 就是要说清楚 那我们其实这段时间 也自己在自我整理 包含就是 像我们的燃煤 采购的方式 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 那因为有的时候 讨论很简化 其实常常讲说 是长约跟现货 其实我们的长约 就有非常多的约 它是一个bundle 里面有非常多的 合约组合起来的 那它主要的价格都是 其实台电的采购策略 是平准精神 就是大幅上涨的时候 它不要涨那么多 下跌的时候 会跌得比人家慢 有这样子的状况 那日本跟澳洲 大概也是采取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担心 今天再用太多时间 或是各位委员 有细节想要问我 我可以回答的 我尽量回答 那不过 无论如果有一件事情 我是同意的 就是我们也会愿意做 就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成本 就是摊开 给大家知道 我们是用什么样方法在做 然后我们整个能源结构的状况 大概是如何 那包含这几年 电力的投资非常地多 因为我们要增加电网任性 要新增电源 然后旧的电厂厨艺 所以包含折旧的支出 都会多比较多 那在财务上 会计上合理的东西 我们都必须一一跟 立法院做说明 那这些其实是一块一块 要拆出来跟各位做报告 但我觉得 只要有时间 我们就会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做说明 要做得不够好的 我们一定会改正的 这个事情 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好讲 那只是说 因为 只是这个波动非常地大 全世界这个波动非常地大 让大家这么没有时间 好好看这些细节 那但是 我们又面临的 需要调长的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简单来讲 我们是采取了一个策略 就是把那个波动 跟原来的凭准一样 我们把那个价格波动的时间 拉得 比较长了一点 那我觉得这一个问题 我们需要可能要做一些讨论 会不会是一个最好的 这个我想会有不同的想法跟思考 所以 我觉得这一题是真的有必要 我也觉得台湾要赶快把这个问题 理得更清楚 让这个问题 确定了一个轨道以后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一起推动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是没有问题 就是只要立法院排会 或是要我们来做报告 我们就一一的来向委员做报告 这个我们完全会遵照立法院的决议来做 非常谢谢次长 刚刚次长讲到一个蛮关键的重点 我个人是很认同的 就台电 在计价的时候 不管是你们的计价的公式 那以及在公式里面的每一个参数 那那个参数数字 它的基础的资料 相关的资料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从经济部 还是从台电的观点 能够把完整的资料 送给各个党团 甚至各个委员 我相信这会是一个理性讨论的基础 那所以这些资料 今天我们还有五分钟 那民进党到底会不会来 到目前为止 我也不要先做任何的预设 那只不过说这些基础的资料 我觉得 要让整个公民社会 整个国会的监督的讨论 能够更透明 更健全 是不是就请 刚刚次长所提的 那些相关的资料 其实都可以先送给各个委员 各个党团 我们在讨论起来的时候 其实会更有基础 我相信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那不过刚好利用这个时间 我也想要请教一下 因为 我们在针对整体的电力政策 在进行讨论的时候 反映到最后用户端 当然是电价涨不涨 但是我们在关心的 不是只有 那个电费 自己的方式 还有包括你一开始的 能源政策 整个发电的配比 那以及 我们在进行能源政策跟发电配比当中 从到目前为止所出现 让社会大众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 我具体的说 以今天来讲 今天 丽阳集团 在台南七股 五天的暗场 就五个天自备的暗场 今天是以贪污治罪条例 起诉了立昂集团的董事长古胜辉 也起诉了台南市金发局的局长 陈凯玲 但 我看了检察官的起诉书 让我非常的震惊 震惊的理由是 竟然有经济部能源局 光电组的组长 林文信 他也被起诉了 在起诉书里面 有非常具体的指责 当初古胜辉 明明就不符合小二甲的要件 是怎么样跑去经济部能源局 在林文信的协助之下 跟台南市金发局 去施压 黄伟哲也有参与会议 地方政府的事情 台南市政府自己说清楚 但 作为一个立委 我对于 经济部能源局 太阳光电组的组长林文信 今天 遭到贪污治罪条例 徒利罪起诉 我必须要很沉痛的 跟经济部的代表表达 我的震惊 跟失望 在检察官的起诉书当中 经济部能源局的官员 是怎么配合 不肖的业者 立昂的集团 古胜辉 去用违法的方式 用伪造的文件 来去回避小二甲的规定 而这整件事情 经济部能源局的官员 全部都参与 所以他今天才被起诉了 那我的问题就很直接了 接下来对于经济部来讲 当初骗到手的电业筹设许可 要不要撤销 这件事情经济部打算要怎么处理 是不是在还有空的时候 可以顺便请市长 跟大家说明一下 谢谢 好 那虽然这个 虽然这个是那个 就是今天发生的新闻事件 但是我想跟主席说明 第一件 就是说有关于能源局同仁 被起诉的事情 我想说 如果是放在司法的环节里面 现在要去证明的就是 这一些检察官起诉的内容 是不是真的 让我们同仁构成违法事实 到目前为止 推定无罪这件事情 在三权分立的国家 我想这个是确认的 那至于第二个部分 我想电筹 电筹的过程 如果涉及不法 确认 坦白讲 这个电筹就没有存在的合理基础 那该撤销的 我们一定会撤销 那个 谢谢次长的说明 我也再跟次长说明一下 形势上面的不法 跟行政上面的不法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们当然是接受无罪推进原则 不过也要请经济部的官员可以认知到 无罪推进原则 是在刑事诉讼的领域里面 所适用的法则 跟我刚刚所请教的行政不法 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那按照刚刚次长的说明 是要等到三审定验了以后 经济部才会启动 针对行政不法的部分 当初这个电筹许可 是如何透过伪造的文件 是如何透过 不法的程序 所拿到的 才要开始启动吗 还是 目前的行政调查程序 现在其实就应该 要开始处理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我们在讨论当代法治国家的时候 把刑事不法 跟行政不法 把它区别清楚 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基础 那个关于这一些 这几个案子的行政流程的部分 那能源署这边 甚至经济部 也应该到能源署 把这整个流程了解清楚 是哪些流程 事实上在程序上面 是不符合规定的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会开始启动 马上来做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我想其实 我也跟委员说明 我想进一步不做 立法院也会问这一题 其实这一件事情 本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事情 清清楚楚的交代 到底现在检察官起诉的内容 牵涉的环节是什么东西 在行政的分工上 属经济部所主管的内容 是什么 那执行的程序是如何 有哪些过程 有谁参与 那我想说把这些东西 理清楚 那我们行政机关 有我们的调查方式 我们可能会从过去 开会的各种会议记录来找 那我们会尽量的 就我们在行政调查的部分 可以调查的部分 我们一定会先来理清 非常谢谢次长 次长最起码 我们今天的协商 虽然民主进步党没有派代表来 但我们还是对整个社会有所注意 刚次长已经表明了 针对今天所发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案子 次长也表明了说 经济部会立刻的启动行政调查 然后去查相关的环节 那我倒是给经济部的同仁一个建议 检察官的起诉书 对于经济部能源局的官员 到底是怎么样 透过不法的方式去图例的 让古生辉他们可以拿到 非法的这个电筹许可这件事情 有相当具体的指责 那看完了起诉书以后 检察官的起诉 是不是都有证据支持 行政上面应该要怎么处理 我相信会是一个行政调查非常好的起点 那今天因为民主进步党党团没有代表出席 那因此我们本案保留 宋请院长协商 谢谢上会 第二场 怎么样 不用啊 他们要访就进来就好了 对啊 你就请他们进来就好了 他们如果要我出去的话就请他们稍等 我还有第二 我会出去受访 等我把协商做完好吗 可以吗 再半个小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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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场 第二场行政同仁是你吗 我们是贵婚 好 谢谢 那个第二场的 第二场的要练习的行政官员如果到了都可以请他们先就座 我们赶快先开始啊 因为表定是一点钟要开始嘛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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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是 是不是可以请工作同仁问一下到底民进党有没有联系电话 他们有没有要来 如果没有要来的话我想我们也不用再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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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个我理解 那个 孟凯委员第二场协商齁 我速度会加快 好 谢谢 因为我想我们既然尊重这个民众党团 然后我们也十二点半到一点两场 我想你安排的时候应该都也都希望是说大家能够一起把这个时间留在 那如果说民进党团不愿意出席 那我们也没有必要留在陪他们联系啦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孟凯委员 那个党团的同仁啦 是不是联络一下 就是确定一下民进党党团要不要派代表来 因为我很怕我们到时候人先解散了 他会怪我们没有等他们 我们先确认一下好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个要来的行政官员是不是都到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非常感谢我们第二场的协商会议就开始了 今天要协商的是本院台湾民众党党团 有鉴于彰化县为农业大县 但经济部规划于张宾工业区新建金顶焚化炉 引发在地居民强烈抗争 担心环境污染伤害人体健康 更影响乳牛次养及优质农产 浓于产品产量 而且彰化县目前已有九座焚化炉 密度居全国之冠 如果再新建一座焚化炉 整体环境会出现严重负荷 加重当地污染 原建请愿会做成决议 113年1月5日 林嘉隆出席彰化县百工百业信赖总会 成立授旗大会呈表示 有关新建金顶焚化炉相关新闻是抹黑 是确定不会盖的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也曾公开承诺 彰化金顶焚化炉不会盖 会朝解约的方向走 如今新建案再起 显建民进党高层 轻诺寡姓 背弃有名 原要求民进党执政的行政院履行政治承诺 立即停止在张宾工业区 新建金顶焚化炉 那现在介绍在场的委员 台湾民众党的党团代表黄珊珊委员 以及中国国民党的党团代表 洪梦凯委员 我们现在请相关的部会所长表示意见 首先先请环境部的严署长 请严署长 环境部这里先做报告 有关金顶案 目前他的状态是 这个 他的状态是要在 开工之前要办理公开说明会 那他上次办公开说明会的时候 因为程序有挟持 经本署判定 他那个 公开说明会无效 那后续的效果是 如果他要施工的话 仍然需不办公开说明会程序 以上说明 不晓得在场两位委员 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意见 来请杉杉 好 这个案子是台湾民众党在 所提的提案 因为这个案子已经在当地 产生了非常多民众来抗争 然后也来陈情 那事实上这个案子很清楚的在选前 行政院的副院长郑文燦 直接承诺不会改 而且会朝解约方向处理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他会继续往程序的方向走 会造成这些公务人员 尤其是政府高官 到地方去承诺的事项 可能就是将来的 变成是轻诺寡言 最重要是寡性 对于人民对于政府的威信是有非常严重的冲击 第二个很清楚的是 他在这个焚化炉的过程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 甚至包括林嘉隆也 接下去他可能也是重要的部会首长 他也在现场说确定是不会改的 这两件事情都必须要跟民众交代 那最严重的就是说 环境部在这边要捍卫的是环境 但是不应该成为所谓 不管是厂商也好 或者是利益团体 他们的背书或附庸 所以就环境部的立场 他不是只是开一个说明会 而是要真实的去反映这个地方 对地方的冲击还有负荷 那彰化县现在是九座焚化炉 九座焚化炉的密度是全国第一 那如果再兴建 他有没有这个必要跟需求 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 他这个产生的影响 对于环境的负荷 环境部必须有义务 把它交代清楚 所以今天这个案子 很清楚的 它是一个环境的问题 不是一个政治的议题 但是既然政府高官 做了这样的承诺 就必须负取政治责任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案子里面 这个提案是希望立刻停止 招聘工业去的 新建返华路的所有的程序 包括刚刚署长所说的 署里面所说的 要继续召开所谓的地区说明会 看起来地区说明会 程序完成之后 其实环境部的态度是什么 才是重要的 好 谢谢参加委员 请洪委员 好 一句话说 人走茶凉啊 但在民进党政府主政之下 反而变成是选完变卦 选前 跟大家讲说不会盖 选前 跟大家讲说这是抹黑 选前 承诺说会解除契约 选后变卦 选后变脸 选后跳票 我想政府会让国人不信任 就是因为一次又一次的 不信守承诺 所以彰化是人口数 我们全台人口数最多的县市 但是在那么重大的一个议题里面 如果说可以用这种 因为在位的时候 因为选前的时候 就轻易的开出空头支票 选举完之后 人走了 离开了 卸任了 换位置了 然后继续政策就照推的话 那我想这是 绝对不是责任政治 再者 当时的林佳龙 他是总统府的秘书长 那是不是某种程度上 也代表总统的意思 那没有任何一个人 应该要负起责任嘛 所以 政府不能失信于民 以及 我们也认为说 行政官员应该要有人负责 在这两个前提之下 我想 相关的行政部会 应该要面对 这样的一个责任政治 所以在这个提案上面 我觉得应该要更加严谨的一个讨论 那在还没有讨论以及没有人要负起相关责任之前 不宜再往下走 以上 谢谢 非常感谢洪委员 那刚刚党团的同仁回复我说 他们请问了民主进步党的党团 民主进步党的党团的回复是说 他们目前正在请示 他们的总召 那是不是可以请党团的同仁 再跟民主进步党党团的同仁 联络一下 说那个请示总召大概要请示到什么时候 因为我不太好意思 让其他两位委员坐在这边哭等 但也不要好像 人家还在请示当中 我们就先散会了 那个孟凯兄不好意思 再耽误您三分钟好不好 三分钟就好了 可以吗 我们等三分钟好了 这样表现一点善意 不要让人家觉得人家还在请示 我们就散会了 就等三分钟 利用这三分钟的时间 我请教一下 今天经济部有代表来吗 经济部有代表来吗 我的问题是 你们本人跟人家签的契约 金鼎最近是不是有跟你们申请延展 是不是跟你们申请延展一年 跟像委员报告 我是经济部园区管理局局 是 那金鼎公司没有跟我们申请展颜 他是申请说 因为他是说明会不能召开 而且就是说来申请说 这一块是不是能够属于不可抗力 但是这一块的解释的部分 我们还要依照程序 要组织委员会来审定 所以他就是有跟你们希望展颜开工日期 但是要经过委员会 那你刚刚为什么说没有勒 不是 就跟委员报告就是 这个不可抗力的认定 是不是不可抗力是另外一回事吗 我刚请教你的是 他有没有跟你申请展颜吗 你就针对问题回答 他不是跟你申请展颜开工日期吗 没有 他只是说来申请 就是这一次的那个说明会啊 他是属于不可抗力 他只跟你说不可抗力 他没有跟你要求说 展颜开工日期到2024年6月15号 没有 你确定没有 你确定没有 没有 那个同仁跟我回报说有 有嘛 是 明明就有 刚刚问你还说没有 这个展颜你们会不会准 目前要经过委员会开会 是不是 什么时候会开会 下礼拜一 下礼拜一嘛 OK 我们结论在哪 你不是要有个程序单给我 不是啦 不是这样吗 对嘛 好 那个因为哦 现在那个民主进步党党团啊 一直没有回复 那我们依照刚刚会议的宣告 我们刚刚也等了三分钟了嘛 我想时间也到了 那因此呢 非常遗憾 因为民主进步党的党团 没有派代表与会 那因此呢 我们就本案保留 请韩院长召集党团协商 今天协商的会议到此结束 上会 非常感谢 两个党团的代表 还有行政机关的代表 谢谢大家 上会 好 就这样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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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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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